您好,我是黄玉杰 经济会今天公布核四停建 续建改建对电力供给与经济产业的影响报告 报告举出,如果核四停建影响有五个层面 包括全国缺限电风险增加 售电成本上扬 国内生产毛额降低 劳动就业下降 冲击产业产值 影响投资意愿 以及二氧化碳配放增加 其中对经济影响方面 经济会评估 核四停建核一二三又如其除以后 预估108年市值GDP将会减少940亿元 经济成长率将下降0.52个百分点 主要是因为台电以火力发电取代核电增加成本 另外,平均电价也会上涨12.08% 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会上升0.17个百分点 基于生产减少,连带影响劳动就业 预估108年就业人数将会下降 0.17个百分点 大约减少19464人 今天有媒体报导 挂宣星障碍免税车牌的百万名车比率惊人 疑似滥用社会福利制度漏洞来投税 监委陈仁宏及杨美玲 今天宣请自动调查 民进党立委李应元揭露 去年底排卸辆3001cc以上的免税双逼名车高达8139辆 初估肉挂宣帐车牌者有半数车主滥用这项社福制度 形同国库每年至少被A走新台币3.5亿元 监委陈仁宏表示 将会调查是否有甲介人头滥用身杖优惠投税的问题 以及目前政府在身心障碍车辆审查 以及后续监督查核管里面是否周延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 东南部及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东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中部以北五后亦有短暂阵雨 明天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继续带您关心高平地区的相关新闻 高雄市目前约有两千多个公车站 但多数只有站牌没有后车停 等车民众必须风吹日晒非常不方便 因此交通局特别编列预算 预计今明两年将新建一百多处后车停 并在交通转运站增设消暑喷雾器 以提供民众更舒适的后车空间 高雄市政府鼓励民众将屋顶围建 改为合法的太阳能板设施 以开放屋顶设置太阳能板高度 可达4.5公尺 针对部分屋顶铁皮围建 是为隔热遮阳或避免屋顶漏水 都可优先补助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共同加入太阳能光电环保行列 以上新闻有两年纯编辑播报 掌握及时新闻就在EatBand